有沒有 很有那種香港的味道吧 YO 大家好 我是阿杰 金子鳳 各位聽到我講這句話就知道 欸 我們今天要來開的是 微影系列 那前一陣子喔 開完之後大家都在問說 怎麼都還沒有再繼續開 主要是因為貨都還沒到 那我這次訂了蠻多的 給大家看一下我們有什麼 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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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就這... 擋住了 擋住了 這麼多啦 齁 就這麼多 喔 我先拿下來一下 齁 不然完全沒辦法講話了 我這次有訂了一些台灣的車子 像警車啊 消防車啊 這個也是消防的 對不對 然後警車 只是型號不同 然後還有這種 脫掉了交通局的 警車我買了三輛 MW Camry RV4 那人物的部分呢 也是有買 警察跟消防的 所以這個之後我們會用到 這種是招牌會亮的 這個比較酷一點 這個待會我們應該組房子 會用一組來試試看 那我們不會一次全部開完啦 我們今天可能會先以建築物為主 那這些台灣的車子啊 我們之後也是會開台灣版本 還記得我在 不知道第一集還是第二集 有講過說我們會收集嘛 所以到時候台灣版出 我一定也會買來給大家看 這邊呢 也有四棟 這個我們可能也會分一集 一次開完四棟 那我們今天主要先開這種大棟的 香港的也是老式的傳統建築 那這個應該可以跟我們 待會那個整個排起來試試看 好不好 那我們就先從這個開箱開始吧 GO 水 OK 各位 如果你喜歡這個系列的話呢 也 記得幫我們個讚 按個訂閱 隨身小鈴鐺 好不好 讓我知道你們喜歡 也可以幫我分享 裡面是有這個貼紙的部分 喔 這小配件 這還多了一些 彎曲的屋頂啊 所以這次有這種角樓 然後窗戶 其實我們有蓋過之後 就大概比較知道 它裡面會有什麼東西 這個非常特別 喔 你看 它這個就是在坐在角落 我們平常都是一整排 所以 基本上我們如果這個之後 在排在旁邊的話 哇 整個就有一個接盤 然後 車子放下去感覺就不一樣了 然後這一次呢 是我們以前都沒有拿過的 有點粉紅色的感覺 好了 沒了 那我們就開始要來組裝一波了 那它這次呢 也是有提供蠻多店家的 生藥 但是我想要用這個乾絲洗衣機 因為我們在之前的那個 其他的建築裡面 都沒有用過這個 所以我們來貼這個看看吧 各位 我們第一層完成 乾絲洗衣店 我們待會再一起整個介紹 我們繼續往二樓前進 各位觀眾 二樓完成 哇 我覺得這個它面積非常大 做一棟等於是做兩棟的感覺 我們先把它合起來 有沒有 去往三樓前進嗎 Go Yeah 我們的第三樓也完成了 這次還多了這種特別的 室外機 喔 這應該是分離式的吧 喔 這個 這個是之前我們組都沒有過的 我們一樣把它給組起來 待會那個角度出來就更明顯了 那我們接下來繼續往 四樓 還有天台的部分前進 各位 終於把第四層樓完成了 喔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剩天台的部分 各位 開始迫不及待的 待會我們整個把之前的 一起拍起來的感覺是 有沒有 戲戰老館 各位 我們完成了 哇 其實這一棟真的做起來是還蠻壯觀的 然後天台呢 就是這樣子 喔 有天線 然後上面的房屋 跟這個 三盆盆栽 然後我們下面的角柱呢 也把它弄好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往下一棟 粉紅屋 好不好 待會兩棟完再一起介紹 Go 原來它這一棟是 前面有一棟 後面有一棟合在一起 然後天台就給它合起來 這樣子 那這個樓層呢 它是單店面 然後有地產業 餐廳吧 五金的 材料的 藥 但是我想要用地產 因為我們之前喔 都沒有有過這種公司 所以我們一樓店面完成 剛剛才發現它這個也是連在一起 我不曉得這個是幹嘛的 聽起來有點像是 深色的場所嗎 那我們就往二樓前進 Let's go 二樓也完成 然後我們接下來把它給蓋起 這個粉紅色的顏色真的是很特別 好 我們繼續往三樓前進去 第四樓完成 我覺得這一棟的那個設施好像都比較簡單 待會我們就剩下 後面跟 最上面的部分 我們就直接把這邊蓋完吧 Go 最後一層 現在發生了一件 非常悲慘的事情 原來這個要先放在這個下面 然後 這一棟呢 我根本放上戳把是放這樣煮的 但不行 是要這樣子 哦 原來是這樣啊 各位這樣才可以完成 前面比較凸 然後下面沒有這樣子 好友 A few moments later OK 各位我們完成了 這樣看起來是不是真的很有香港的風味呢 但我覺得如果後面哦 還有這個白的 一起蓋起來 那整個街道的感覺就更豐富了 好 我們現在看一下旁邊這一棟哦 從下面看來 哦 這就是我們一開始做的那個地產的部分嘛 對不對 而且你看它細到連上面的電話都有 然後從這邊走上來 復月格 上來之後呢 就會看到 灰激的 裝修工程 然後還有一些五金行之類的 好再上來呢 有一個恩王蛇 應該是在賣蛇肉吧 那我在這邊哦 Kanban給他用了這個 俄技麻雀 應該是打麻將的吧 最上面這個就不錯啦 淋巴排毒 香...啊不 香薰推拿 然後面部護理 齁 不錯哦 很符合這棟顏色的感覺 然後旁邊這一棟我覺得真的還不錯 真的很特別 這種角樓的感覺 下面這邊是那個洗衣的部分 而且它這一次的照片解析 我覺得比較好 上一次我們的那個解析感覺沒有那麼高 這次連冷的那種感覺都看得到 然後還有洗衣精什麼 旁邊的這些角座 我就稍微貼了一些它原本的一些貼紙 當然你可以貼到整根滿都沒問題啦 然後再上來就是住家 然後有一個雅士賓館 旁邊有一個白寶糖 在賣什麼 桂林高的還什麼之類的 再上來呢 就是我說比較特別像這一種 這看起來其實有點像鹹塔對不對 但是其實它是那個冷氣啊 我覺得做的這種冷氣 跟我們一般裝的這種 一般的冷氣看起來是不一樣的區別性 然後這邊有一個尾倉壓 應該是當鋪之類的 然後上面上來有個衣架 然後這是疊打行 大概整棟看起來這樣子還不錯 拿個車子來給大家看一下比例 好久沒有拿這種1比64的車子 感覺大好多哦 可不可以把它開進去 應該是可以的 小心不要給人家撞壞就好 有沒有 如果你今天是買透天的 前面有車庫 你就可以把自己的車子給停進去 就是這種感覺啊 OK 各位 那基本上哦 這個就是我們這一組 VD12的部分 相信你們應該希望可以看整個排起來吧 我們就來試試看 各位 那我們把上次的四樓五樓 還有七樓的部分 都全拿出來 然後道路也鋪起來 然後加上我們的角樓 那旁邊這個是我新買的 HONDA的維修廠 待會也會給大家一起看一下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把車子再擺進來吧 好不好 今天哦 先來開一台這個 Tiny的 Mini Cooper 看看它的車種呢 跟我們的 風火輪 或者是 Tommy開有什麼不一樣 好不好 我們就來開箱看看 Tiny的車子啊 呦 它裡面還有塑膠盒的耶 糟糕我又辦法掉下來 哦 它的車還蠻大 還蠻重的耶 它這個是可以組合上去 我把它組合好 Mini Cooper 不錯 門可以開嗎 哦 門可以開的耶 門是可以開的 裡面方向盤 哦 還不賴哦 感覺質感也是頗好的 不錯 哦 這台真的蠻好看的耶 哦 先讓它在這邊 然後紅配綠 老師姐 特斯拉 這角度拍起來 非常好看耶 Focus 然後又要一堆人說 這個時代怎麼會有這些車呢 是不是 那因為我沒有買這個 香港的道路 之後如果有機會 我們再買好了 Lamborghini 然後這一台也是風火輪的 哦 這個是我們的Type R 放在 維修站 那這個維修站 比較特別的是 它會亮的 給大家看一下 是吧 博庫吧 那你也可以近戰維修 再一台BMW BMW給它放在這邊 近戰維修的感覺 為了擰針呢 我們這邊哦 再放一台這個 MAN的 貨卡 好 最後再放個幾台 馬自達 阿斯頓馬丁 Bugabi 好 各位給大家看一下 這樣子 整個排列起來的感覺 有沒有 真的很香港 HONDA應該也不違和啦 對不對 嗚 哇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HONDA的一個維修廠 你看裡面還有HONDA的圖 那我們除了開箱了這兩棟屋子之外呢 還有這一台Mini Cooper 接下來 我們要來更特別的 這種是LED的燈 可以讓它變亮起來 這一個 麻雀的部分 我們把它換成這個 樓門大九樓 然後這個倉尾壓的地方呢 換成這個 新大壓 那我們就來裝一下 它這個呢 是有金屬性的 待會這個應該就是正極負極要通電 那我們就先把這個拔起來 倉尾 還是換回亮的感覺 尾倉啦 還是倉尾 尾倉還倉尾 各位 我已經把這個燈呢 都給它 裝上去了 接下來我們就先來看一下這個開關 這個開關呢 它有分墻落段 我要開燈了 有沒有 很有那種香港的味道吧 這是中段 那我再開墻一點 更亮了 我們就來關燈看看 看整個亮起來的感覺是如何 這樣看起來真的還蠻像晚上的時候的 對不對 然後這個招牌你看 樓門大九樓 其實我覺得好像這一個有點太亮了 這個其實我們可以把它挑比較好 再淡一點 這樣 這樣拍起來比較不會曝光那麼嚴重 哦 不錯耶 然後新大壓 這邊還有兩組 還有再另外一組 這個我們可能之後 再拆其他的地方的時候 我們再再來裝裝看 基本上夜景看起來 如果燈再更多一點的話 應該會更棒一點 我蠻喜歡這裡的 好有那種晚上昏黃的感覺哦 讚各位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今天 Tiny 微影系列的影片 希望你們會喜歡 那不知道你們下一次 比較想要先看高速公路的開箱 還是四個城鎮的開箱呢 就等你們來 下方留言好不好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喜歡我的頻道 也記得幫我們個讚 按個訂閱 隨時按下小鈴鐺 就這樣我最喜歡的 我們下次 Tiny 微影系列再見 大家掰掰